哈喽大家好,我是彼得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轻而易举的富足第25课 我放手并且听任于宇宙 今天我放下控制 允许宇宙透过我去表达 并且进入我的生命来引领我 今天我让和平为我做出所有的决定 我让爱告诉我去哪里 去见什么人和说什么话 我让我的神性的部分散发着光芒 在我的生命里创造喜悦 今天我全然的信任交出控制权 我放手并且听任于宇宙 导读文章超越评判的看 超越评判的看 当我开始经由健身房里的人治愈我的心灵时 起初的做法是向任何一个 跟我有相关批判的人打招呼 其中最有趣的经历是和一个男子有关的 他是一位身材非常魁梧 及其阳刚而且满身纹身的男子汉 他的棒球帽向后戴 看上去像黑道中人 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那种 并且好像随时会伤害他人 我心想 哦不 现在我要跟他打招呼 疗愈我心中的这个评判吗 这个男子走到健身房的举重区 开始将砝码装在杠铃 握推器的机械上 他的杠铃每一边放上几个砝码 我从没见过用这么多砝码的人 但我走近他时 他开始锻炼 发出低沉的吸气吐气的声响 听起来非常的危险可怕 我告诉自己 好吧 我可以迟一点再来处理 等待适当的时机再过来跟他说话 但是另外一个声音说 你承诺要清除认可的评判 这就是一个评判 我再走近一点 想起认真健美运动员 不喜欢在他健身时被他人打扰 再一次我对自己说 没有问题 在他健身完后 我再找他 或者明天或者后天都行 那个声音又说了 你承诺了 所以你要信守承诺 当他完成一组动作后 我带着愁畜和尴尬的感觉 慢慢地走到他的面前 我伸出手 对他说 你好 我的名字是Bishan 我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因为他看上去 绝对不是快乐或友善的 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他竟伸出手 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 我的名字是丹 我们开始交谈 我告诉他 他看起来非常的健碩 一定是经过长时间的健身 他说他曾经参加过几场比赛 但是只取得第二名 第三名和第五名 从未获得过第一名 我告诉他 这跟他的身材大小 轮廓如何分明 或者他的外貌没有关系 结果取决于 他是否容许自己 获得第一名的奖杯 他似乎对我说的话很感兴趣 并且邀请我坐下 这不是一般的健美运动员 会在健身时所做的 我们亲切地聊了半个小时 他和蔼可亲 并且恭敬 当我们结束谈话 各自分开时 我对这个人有完全的爱 并且觉得他 是我认识的当中 最友善的一个人之一 我笑自己 欣慰地看着 每当我愿意去超越评判 去看时 我的观感就会改变 大约四天后 我再次见到丹 他和从前一样 男男友伸锁着眉头 只是这一次 他还戴着目镜 我的健身伙伴说 哦不 看看那个家伙 当 单看到我时 他摘向眼镜 向我挥手 当我也向他挥手时 他已经再次戴上眼镜 再次的眉头伸锁 无论我的朋友怎么想 我知道 皱着眉头底下 有一个非常温柔 亲切的男人 我对他有着深深的爱 今天的功课 这一天 将全部的控制权 交给宇宙 不要取回控制权 一整天 沉浮于他的照料和爱 留意自己的感受 肯定语句 我照耀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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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记今天 信守承诺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 放开手听任宇宙 放下控制 也就是说 放下脑袋瓜的评判 放下脑袋瓜的拒绝 放下脑袋瓜 要我们做出的决定 而是相信今天 所有一切都是 老天爷为我们安排的 就算是一种挑战 就算是一种困难 就算是一种 你从来都不会去做的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去试试看 交出控制权 但是你的注意力 放在 它将会创造 什么样的喜悦给我们 它将会创造 什么样的 爱的体验给我们 所以作者 在他的这篇 导读文章里面提到 他想要透过 健身房里面的每一位 来疗愈自己 对他人的评判 所以当他 这样子对自己许愿 对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 承诺 今天哦 就今天 他要放下所有的评判 然后去疗愈自己的评判 所以当他走到一个 外表看起来相当的 可怕的 瘦壮的 让他自己担心的 甚至觉得他有一些 不好背景的 人的面前的时候 他开始 开始怯懦了 开始担心了 开始不敢讲话了 那这时候 他心里面冒上来的声音 就是 今天我们的功课 我们要信任宇宙 而不是 对对方的评判 当我们对对方有评判时 将来 或者下一刻 马上就会有人 对我们有评判 所以既然 他已经打算 透过健身房的每一位 来疗愈自己 所以他得勇往的 勇敢的 往前走一步 所以最后 他也做了决定 去跟他打招呼 他也发现原来 这个外表看起来 相当的 有气势的 心里面 却是相当的温柔 跟他请教着 怎么样让自己的健身 可以再上一层楼 所以经过了交谈之后 他发现 原来 他也深深的爱着 这样特质的伙伴 爱着这样特质的朋友 所以反过来看 我们今天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或是在自己的事业当中 可能有一些是我们真的不敢去触碰的 所以我们会不经意的下了一些评断 而我们却觉得 那是应该的 那是他的情况 但却浑然不知 那已经在我们心中种下一个评断的种子 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做 而去真实的透露出自己想要的一个前进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创造一个喜悦 那我就放下这个评断 真正走到你害怕的人的面前 真正走到你害怕的事情面前 去处理它 去面对它 去给出你的关心跟关爱 而不要在意 他会怎么看 他会怎么想 他会怎么做 老天爷安排你去面对这个困难 我想应该不是第一次 而是你的生命中已经发生过好多次 一直要让你真正有一天下定决心 给自己十足的勇气 去穿越过这一段时 你才会明白 原来放下平半 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么多喜悦 看到那么多隐藏在事件当中的爱 所以今天在功课里面是 把所有的控制权交给宇宙 不要取悔控制权 一整天臣服于他给我们的爱跟照料 所以今天你的注意力 就完全放在 创造爱跟喜悦 就算接下来这一刻 你要去面对一个你最害怕的事情事件 就走过去 就走过去 就面对他 不论他给你什么样的讯息 去试试看 去开口看看 去行动看看 或许你会像作者一样 获得一个不可思议的新的感受 OK 所以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 一样祝福大家 在每一时每一刻都可以活在爱 感恩跟喜悦当中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